第1集的電子孔雀 第2集 第2集 Hi 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實習生UNI 歡迎大家回到 洛克人EXC解說第2集 上一集的最後 我們有提到 為什麼電子孔雀 可以擔任這一次 EXC聯名活動的關主 這是因為EXC的故事 主要就是在打擊網路犯罪 而電子孔雀 它在最開始的時候 是被射器來防止海客逆侵 而在後來才被希格瑪改造 並且開始破壞網路 所以有他來擔任EXE00活動的BOX 應該就是名副騎死吧 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一下昨天登場的新角色 弗魯迪EXE 跟一般的網路領航員不同的是 弗魯迪他在一倍開發出來就具有高度的自主意識 他會主動學習新的技能 這讓他變得越來越強大 在EXE歷史中著名的原型叛變 科學部的人一致認為說 造成這個問題的元兇就是弗魯迪 所以他們就全力圍剿他 讓他身受重傷 雖然到最後他存活了下來 但他從那一刻開始就非常的痛恨人類 並且從此展開對人類的抱負 在EXE跟2的遊戲中 弗魯迪都是以最終隱藏BOSS的身份出現 他一直到EXE3代才正式進入了主線劇情 就是他這樣的故事背景 然後再加上他非常鮮明的個性 讓他在玩家之間有非常高度的人氣 如果不是因為那一次科學部的錯誤判斷 或許弗魯迪就不會埋下對人類怨恨的種子 他人生也會變得不一樣也說不定 弗魯迪的語音因為疫情的關係 目前還在製作當中 我們會盡快將他實裝到遊戲當中 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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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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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定 me 感谢观看